實際上我們不能夠對這個社會要求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 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比那些沒有智慧的人 就多了一點東西 就是懂得順 這個字中文大家都會念 它叫什麼 順 如果用它主詞的話就是什麼 順順什麼 利利 所以你只有順順了才能夠利利 為什麼中文它有這樣的詞彙 什麼是順是兩個 利也是兩個 而順兩個順是第一個是調損 就是說我們很多悲逆的想法 就是我們叫叛逆的心態 悲逆的想法 你需要把它調順過來 這是順 第一個順 第二個順是什麼 當你調順之後 你可以順著宇宙的真實相 生命的真實相 然後才可以達到後面的利己 利人 利己可以達到什麼水平呢 求財富 得財富 求健康 得健康 求家庭幸福 得家庭幸福 求世事成功 就可以世事成功 這是利己這個方面 然後利他方面呢 就是不單自己可以受益於高級的智慧 調順自己 恆順眾生的智慧 那麼你還可以引導別人利他 這就是順順利利此組的意思 成語的意思 那第一個就是把我們自己首先要教證過來 教證什麼呢 教證不順 把它變順 我們哪些事情不順呢 錢賺的不夠多 順不順啊 不順 身體不夠好 順不順啊 不順 夫妻經常吵架 順不順啊 不順 孩子不聽話 順不順啊 不順 老闆經常罵你 順不順啊 不順 員工經常不聽話 順不順啊 不順 你看人生不如一世 時有什麼 八九 所以我們如果想只是抱怨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 那麼有智慧者就是來不順不要緊 把它調順 調順 所以我們所有的修行 所有的修練 就是第一 改變自己 一旦你改變了自己以後 你就可以什麼 沒有辦法改變環境 你想太陽 早晨從西邊出來 從東邊落下去 辦不到 你想讓地球不轉 辦不到 你想讓天不下雨 辦不到 所以我們沒有智慧的人 總是想改變外面的 你自己不能夠支配的那個環境 或者他人 別人你怎麼可以去改變它呢 這個環境你怎麼去改變它呢 接下來越來越造的經濟形勢 你怎麼去改變它 你不可能改變它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順著這個勢中去找到成功的點 所以這個在古代就叫恆順 恆順 也就是說什麼人才可以真正的成功 就是永恆地順著宇宙的實相 社會的實相 經濟的實相 健康的實相的人 才可以什麼 才可以真正的順順 那這個時候才能夠什麼 使自己得到圓滿 你所有的什麼 所願犀令什麼 滿足 這就是第一個立體 我們就可以得到自己的一個利益 然後接著就是什麼 可以把這個普及給別人 然後就立他 立他